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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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你看看她是不是 新闻上报道的这个人 合胜集团创始人的女儿 叫 林维玲 报道说啊 现在的董事长胡欣 提供了新的遗嘱 林维玲一分钱都记上不了 我猜这报道应该说的是真的吧 要不然她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做经济藏呢 胡千语是你什么人啊 你还叫她哥 你怎么可以去引诱她呢 你给我走 不要再回来 新姨 你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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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在你心里 我是你的敌人 你可以不相信我乔丽说过的话 但是你无法否认 各家媒体报道的 有关夺产杀人的真实性 是胡欣派死了你的父亲林慎鹏 大战了恒盛集团 不可能 你说谎 她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亲的人 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小姐 您的家人和朋友什么时候能来啊 我们的工作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好 抱歉 我们来晚了 你好你好 我是王忠实律师 这位是恒盛集团的总裁胡千语先生 我们专程来证明林威林小姐的身份 这是林小姐的身份证明 您看看是否有效 这个是有效的 您跟我来取一下行李吧 好 胡总 我去取一下林小姐的行李 您稍等 来 这边请 哥 你行李里究竟装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非要我亲自来取 林小姐 这是您的行李 您看一下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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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好 我 你来 描述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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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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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偷偷回來 哥 不要叫我哥 我們其實沒什麼學員關係 一般人都叫我 胡總 胡總 我離開家太久了 從十八歲去美國 已經五年了 我一個人在外面 很孤單 我 我很想 我很想家 是嗎 你就只是想要回家 還是看了新聞報道 想要回來搶你的股份 我告訴你 你如果想打恆盛的主題 你一分錢都得不到 我回來不是為了恆盛 我對股份一點都不在乎 我只想回家看一眼 你誤會我了 想回家看一眼 看呢 看完你就回去吧 這裡有一張支票和一張機票 支票上 你可以填上你想要的任何價格 另外那張十三個小時之後 只非你有別的機會 你怎麼了 走了 比留下來得到的夠多 你怎麼了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五年前你說過會去機場找我 可為什麼你沒有來 五年後我回來了 可是為什麼要趕我走啊 我回答了問題 你就會走啊 沒錯 我就是不想讓你回來 就是不想看到你 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陳叔 馬上掉頭 我們去機場 送一個小姐回去 好的 這是你的真心花嗎 好 我知道了 但是不管你怎麼說 我都不會離開 師父停車 師父停車 劉璃 去忙吧 好 喂 您好 梅姨 我是維林 怎麼是你啊 你什麼事啊 我想找一下心儀 心儀她在不在家 胡董不在家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沒什麼事別往家裡打電話 胡董 你說那個林維林 又往家裡打電話 自從五年前送她走以後 跟她說過多少次了 沒事不要往家裡打電話 你說這個人真是臉皮厚死了 真是氣人 好嗎 好嗎 那也要是不在家裡 啊 好嗎 是嗎 是嗎 胡董 喝茶 胡董 你怎么了 我好像看到林维玲了 林维玲 在哪里啊 她不是在美国吗 不可能的 我去看看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回来只是想要一个家 来 新姐 您放心吧 芊羽的公寓啊 我都已经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连个女人的头发丝都没有 那个枕头都闻过了 连点女人味都没有 你放心 林维玲保证没有藏到这里 你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想的一样啊 会把人藏在家里 胡董 你说那个林维玲 一声不吭地就从美国回来了 她是不是打着什么坏主意啊 你说五年前她跟芊羽谈恋爱 这次回来两个人一见面 会不会旧情复燃啊 旧情复不复燃 那得看我接下来怎么做 就算他们旧情复燃了 新姐你哼一声 我也给他们浇灭了 但你也不想要 都是个人是 我们一起的 鹊羽谈特别别别 我准复你 igung啊 不过我已经叫他走了 你早就知道他要回来 不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他在机场打电话给我 让我帮他证明身份 你们两个最好不要走得太近了 五年前你对我的承诺 应该还记得吧 当然还记得 妈 不过他这次回来 我想你需要担心的人不是我 而是公司那些不老实的人 这话怎么说 邱志兴这群公司的反对派 一直找机会想跟我们母子作对 现在林维林回来了 我相信他们会利用林维林的身份 来搞出一些事端 公司的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这段时间 真的不能发生任何事情了 妈 您放心 我坐在CEO这个位子 我不会轻易让人取代我 你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 今天新闻发布会 应该很累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是吧 停 好 喂 喂 老板 林维林在家小酒店 又被人家赶走了 你现在从头五路 事事后轮到你登场吧 好 我知道了 你干嘛啊 你放开我 你带我去哪儿啊 你 胡谦渝 你拉我来这儿干嘛 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到家里看看吗 我就带你来看看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整个深圳的夜晚 它的安详 它的年纪 它的美丽 但是这份温柔之下 藏着什么 你还记得你刚流浪街头的模样吗 你有可能会一直流浪街头 你留下来 要面对的问题 只会比今天更加复杂 恒生也是 就算你是创始人的女儿 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新的遗嘱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 你什么都没有 恒生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这片土地 更不会是你的根 你走吧 回美国去 你以后想念书就念书 不想念书就去玩了 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我永远都不要活得这儿 离开春 离开恒舍 我说过 我不是为了恒舍 我不想要国权 我回来只是想要这个家 我也说过了 我要的就是你的离开人 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 想从前 为改变 是我 灵重 坚决 原谅 原谅 不是 原諒是為紀念 我們擁有彼此的世界 我只想原諒 原諒你的誤解 多想像從前為改變 是我最重要的情節 原諒 原諒不是錯説 愛的一切實現 是掌握桂花過的昨天 你還沒死心嗎 我昨天不是說得很清楚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 吃了很多的苦 有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自己堅持不下去了 可是支撐我走下去的不是橫生 而是我知道 我在深圳還有一個家 在那裡 有讓我覺得像媽媽一樣的心意 還有 還有我 還有你 只要一想到這些 我就覺得不管吃多少的苦 遇到多大的困難 我都可以咬牙堅持下去 姐啊 是我拼盡全力也要守護的東西 你可以說你不愛我 但是你不能否認我對你的愛 你說我在這裡沒有根 那我就在這裡落地生根 還是誰會容易 平命 我是誰 大家冷靜一點 心平氣壞好不好啊 林总的遗嘱 已经经过了法律鉴定 不可能是假的 胡董事长有权继承 林总在恒盛的股份 胡欣现在已经是 恒盛实际上 最大的持股人了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对啊 我们得相信法律啊 这样 这个遗嘱的真 假 咱们就不说了 就当它是真的 再怎么说 林维玲 她也是林董事长的 独生女儿 这个恒盛呢 是林总她一手创建的 现在林维玲 她已经回来了 咱们总不能把她再 撵回去吧 总得在恒盛 给她安排个职位 以免人家说我们恒盛 人走茶凉 也连带着把我们说成是 无情无义的人了 邱总说得对呀 不能这么办 要我说啊 怎么着这么大个企业 还容纳不下一个小姑娘 就看看我们给她安排 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了 胡总 您觉得呢 既然大家都有了意见 我相信 各位自己心中 都有了一定的考量 但是我认为呢 咱们应该尊重 当事人的意见吧 免得到头来 一厢情愿 好心办坏事 你说是吗 也不无道理啊 有道理 是 有道理啊 就是 有道理啊 对吧 今天的董事会 实在是很热闹啊 邱志欣他们的提议 你有什么看法吗 村子里的一只狗叫了 所有狗都会跟着叫 我们越是阻拦 他们反而越得意 还以为我们是怕了他们 我们不如就坐在一旁 看看他们能玩出 什么样的把戏 翘累了 又吃不到肉了 自然就会闭嘴了 那林维玲那边怎么样了 他们不是一直希望 林维玲进入恒胜吗 那不如我们索性大度一点 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来参加面试 一来 是可以堵住反对派的罪 二来 可以让林维玲 知难而退 如果连命事都过不了 她自然就会知道 要留下来 没有那么容易 人走了心不想走 无论你把她赶到多远 她都会跑回来的 但要是心想走 就算你把她关起来 她都会想办法逃跑的 你做得很好 诶 你来 看看 你来 给你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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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来 我不 吵 噪 吵 吠 吵 吵 吵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现在应该相信 我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了吧 一身烟臭味 表示玩得满记性的吗 今天早上是谁 义正言辞地拦住我 是要留下来守护最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守护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落地生根的话 我倒是可以大度一点给你个机会 亨胜年度招聘明天即将开始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 就不要提你爸的名字来面试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最后的录品 真的吗 当时 说真的 你的烟酒会好重 洗个澡吧 一下飞机就去发布会了 很顺利啊 妈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你保重 妈 拜拜 这是你的吗 是 谢谢 这种多肉植物又洗湿又洗阴 又怕冷又怕热 很考验养花的人呢 你认识这些植物 知道一点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了 谢谢 你也在横车上班啊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这种植物 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有很多的学问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要给予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我会记住她 我会记住她 好不容易过了今天的第二楼面试 真像过关打仗一样 而且还派了高层过来 是啊 听说 那个首席技术官李牧尘 也会过来面试 要是被她选上的话 我就能直接进入核心部门 老天保佑啊 加油 别紧张 第三组 二百二十号 二百四十三号 二百五十八号 是我 二百六十五号 二百六十六号 我 请进 请大家按照次序接受考核 林小姐 你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 依你的学历 完全可以在华尔街 找一个不错的工作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会选择恒胜 首先 恒胜集团的核心业务 现在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 我认为 未来世界的改变 一定是由一次全新的 技术改革带来的 我希望 我可以将自己的青春 投入到一份 令人无比期待的工作中 其次 恒胜的管理层年轻有为 朝气蓬勃 这代表了恒胜的一种文化 在恒胜 有很多和我一样 优秀的年轻人 我非常期待 与他们一起先手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记得她在学校的时候 考试成绩非常好 不是全系第一 就是全系第二 真不愧是我的学妹 真是为母小镇过 既然你跟她同一个学校 那可能这件事情由你来办 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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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华尔街实习时的资料 不是真的要做得这么狠吧 她的身份疼失误 很有可能被反对派 拿来的 所以我们该做的 就是让她知难而退 每人到时候我妈出手 她会面临到更多的麻烦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去了 告退 林小姐 刚才的表现很优秀 真的吗 那您觉得我能通过 今天的面试吗 回去耐心等待吧 我相信在五个工作日之内 你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您 各位面试者 我代表恒盛集团 向大家表示歉意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为了迎接庆典 我们人事部刚刚收到消息 要暂时取消此次的面试 记得时间呢 请大家回去接收消息 怎么会突然取消啊 为什么要取消啊 那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如果一有消息的话 我会立即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谅解 这样啊 真倒霉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今天明明表现得还不错的 没关系呢 还会有机会的 走吧 麦吉 这次的招聘活动 不是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动 李总 古董事长刚刚下达的命令 具体什么情况 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好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真是太不靠近了 就少不讲信用 幸好在我们的工作上 林小姐 怎么了 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 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个人 是很欣赏你工作能力的 可能是有点冒昧 不过我有好几个朋友 也在一线的企业认职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投地简历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还是想留在恒生 我想回去再等等 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吧 好 谢谢 谢谢 你怎么也在恒生 也是过来面试的吗 我怎么可能过来参加面试 现在我面试别人还差不多 想当年 我们两个同一个导师 都是各自年级的第一名 没想到同人不同命 一年前的我 就已经在恒盛上班了 现在是总裁助理 而你想要在恒盛担任 一个普通职位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了 走 离开恒盛 回到母国 王学长 谢谢你的好意 我是不会离开恒盛 更不会离开中国 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两个已经送回家了 你要不然送我到宾馆 要不然就让我在这儿下 把你送回美国去 我要跟你说的话 数位下午已经说了 毕竟住酒店不是太舒服 你早点回美国吧 顾千语你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 难道你已经忘了 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那时候算是感情吗 如果是 也不过是哥哥 对妹妹的感情罢了 我还想知道 没想到 程总 来 当你早点儿 刚才就跑了 你不知别人 哈哈 河总 你好 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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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听说恒盛集团创始人的女儿 已经回国 但是面试恒盛 就屡刀拒绝 请问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是否跟之前 新曝光的遗嘱有关系 是否是恒盛高层 有益为之呢 是啊 胡总 您这招太狠了 这真是啊 釜底抽薪哪 那是 我就是要今天 当着这么大的场面 给他们来个难堪 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非常感谢大家对恒盛的关心 感谢各位的大驾光临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 林维玲小姐 确实已经回国了 她也确实来我们恒盛 参加了面试 至于有没有录取 尚未定论 等到录取的结果一出来 我们会第一时间地 告诉各位 今天是我们恒盛 三十周年的新闻发布会 我希望各位 能够把目光 集中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 谢谢大家对恒盛的关心 那接下来呢 就由恒盛的公关部经理 瑶瑶小姐 来为我们主持 今天的发布会 感谢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为了迎接恒盛集团 三十周年庆典 我们将计划举行一些活动 包括慈善捐赠 文艺慧演 历史回顾 以及新产品的发布 今天为了拉开庆典活动的序幕 我们将在现场 举办一个慈善捐赠的仪式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邀请胡兴董事长 为我们捐赠剪彩 谢谢大家 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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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面试既然已经结束 就应该已经有了结果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结果不便于公布 所以您才故意拖延 另外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如此大张旗鼓地对慈善事业进行报道 是否有作秀的嫌疑 如果恒盛高层真的有慈善之心 又怎么会容不下 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呢 请胡董事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就容不下创始人的事 请正面回答一下吧 胡董 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请您回答一下吧 胡董 是啊 回答一下吧 你说一下吧 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就让我 为胡董事长回答这个问题 恒盛从事慈善活动 从来不是作秀 有一句话说得好 能力越强 责任也就越大 身为一家上市企业 我们恒盛从来没有忘记过 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恒盛一直不间断地 取代慈善活动 这一次选择在三十周年庆典之际 将这个行为公开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的慈善活动 也让所有的恒盛员工铭记 他对社会有感恩的吸引 那关于我们的 与林小姐的事情 胡总 您能解释一下吗 是啊 不懂 您能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您正面解释一下 林维林小姐确实完成了 我们公司的面试流程 既然有了面试 那当然有结果 既然大家如此关心 那我们就开诚不公地告诉大家 我们决定不录有林维林 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对啊 说一下吧 对啊 说一下吧 对啊 说一下吧 林维林小姐的专业素养 确实非常优秀 不过有证据指出 她在美国涉嫌商业犯罪案 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 这将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活 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 我们决定不录有林小姐 谢谢胡总的回答 真的啊 谢谢师兄 乔董 难道就这么容易让她过去了 别急 你 好戏还在后边呢 怎么 往那边看 林小姐 林小姐 是 林小姐 林小姐 您要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现在既然你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您对刚才胡总的话怎么看 是啊 是啊 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看见人家 林小姐 看见人家 林小姐 看见人家 欣姨 都是我年纪小我不懂事 我不应该跟哥哥谈恋爱 我以后都听你的 求求你 你原谅我吧 原谅我吧 这卡里面的钱 足够你在美国读书的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你走吧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 好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这桩商业案 确实存在 当时 因为实习团队经验不足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作为当时的团队领导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但是从恒胜的角度来讲 胡董事长 是恒胜的创始人之一 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已经证明了他卓越的工作能力 有他掌握恒胜 当之无愧 就我个人而言 自我出生以来 胡董事长 就对我照顾有加 事如己出 我无意参与到今天恒胜的股份 揪根之中 希望大家 一如既往地支持胡董事长 和恒胜的管理层 谢谢 来 你说他怎么走了 他怎么走了 他怎么走了 怎么走啊 合事这是 怎么这么走呢 我还以为你找他过来 我们今天有好戏看 没想到他还替胡心说话 回头我再收拾他 说得理解 媒体却对这件事情抓着不放 还把当年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他们还认为 之前商业犯罪的事 不是林威林的错 说他很有责任感 很有担当 还说我们不尽人情 诺大一个上市公司 却连一个创神的女儿 都容不下 那倒是挺困难的 现在我们的Super Region 刚刚开始上市 而且股票正在大涨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多传一些负面消息的话 我很怕会影响到股市 邱志欣现在怎么样 邱志欣现在联合反对派 向我们施压 而且风向舆论 都说往我们这边倒 恐怕在未来日子里 我很难招架 好啊 既然他纠缠这件事不放的话 说我们无情无义 连云创始人的女儿都容不下 那我们就顺水推舟 我们就容下他 回公司找一个不重要的闲职 让他做 把他留下 还有这个人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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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喂 是潜台吗 我是1311房间 我的鲤鱼喷头坏了 帮忙来修一下 喂 你好 对 你说什么 喂 你说 大声一点 你又来干吗 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不是想要留在恒寿吗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来恒寿实习了 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如果你无法度过三个月 事有期的话 你还是要勇敢恒寿 都不忍不忍法 能 che体会出色 要不就要 要你老公 你看到我 你老公 你生死了 我把你生死了 没关系 只要努力 在哪里都可以赶出成绩 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员工啊 还真是有点麻烦 怎么了 她是咱们集团创始人的女儿 可是上面又交代了 尽量不让她通过试有期 我都不知道跟拿她怎么办 经理 创始人毕竟是过去世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咱们当然是听上面的了 我还是心里有点担心啊 您就放心吧 她一个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女儿 能吃得了多少苦呢 我跟您打赌 多给她派点丧活累活 不愁她不走 您看我出的这招啊 转铃 这是谁打扫的 那么干净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早 两位好 请多多关照 今天办公室可真干净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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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平常都是我们给别人打扫卫生 这今儿谁把我们这打扫得这么干净啊 这哪里又来了个田螺姑娘 真干净啊 大家都别吵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同事 林维玲 大家好 我叫林维玲 以后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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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真的很清秀啊 上班时间不要乱聊天 好严肃啊 林维玲 你先去换制服 林维玲 然后再把外面的五十桶水 分发给各部门 五十桶水 五十桶水 你是新来的 应该借这个机会 熟悉一下业务 去 来 咱们用那边的手推车吧 张小雨 你的工作完成了吗 反正我今天可以干完的 维玲 我们走吧 我去换件衣服 好 维玲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叫你干这种立即活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没关系啊 都是我一 没事吧 维玲 你 你擦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我没看清 那 我陪你捡衣服吧 不用了 我自己洗着好了 不用钱的 你就收着吧 千语 我等一下去拍超级的广告 很快就拍完了 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吧 艾伟玲 刚刚你撞的那个就是徐染 我们公司好几个产品 都是他代言的 听说啊 他还是胡总的绯闻女友呢 看他们刚刚亲密的样子 应该没错 那我先走了 梅玲 梅玲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刚接到通知 胡董事长 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呢 你看看你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 卫玲 怎么把衣服弄湿了 你的发甲能借我用一下吗 嗯 嗯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走吧 喂玲玲 喂玲 你看到了吗 刚刚李总对我说 你可以把夹子借我用一下吗 我都要被融化了 哎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愣着呢 快快快 到婚姻室去 快点 走 快 好 非常感谢 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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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抱歉 谢谢媒体朋友们 对我们的家世 这么地关心和担心 虽然说 我跟维玲呢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可是我视她为己出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 我们的关系 情同母女一般 现在维玲学生回国 我正预为 把她接回家一起住 让我们重新过上 团聚的好日子 与此同时呢 我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能够把你们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恒盛的新产品 还有恒盛的周年庆典上面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别客气 我们比较好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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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律师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媒体朋友吧 好 麻烦各位先回吧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欣怡 谢谢你 我们一起回家吗 好吧 你看你看 好温馨的画面啊 好 正好 你的感情好深呢 好 走吧 谢谢 谢谢啊 你的行李呢 都已经收拾好了 一会儿司机会送你回家 我现在去办事 别跟着我 好 好 还好 你知道也不太这样 你才不太走 你才能带你回家 一定是你 你才是一人 你才能带你来 我这种牵人 来 你才能带你去 你才能带你去 回来了 梅姨 好久不见 好久 我怎么感觉还不够久啊 有些人呢 真的是恨不得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 你还是住你以前的房间吧 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行李在这里 自己拿吧 梅姨 你有没有在我行李里 看到一个音乐盒啊 什么音乐盒啊 就是水晶座的一个旋转木马 搬行李的时候 师父不小心把你那包 掉地上摔碎了 我替你扔了 扔了 扔到哪儿了 废话 垃圾还能扔到哪儿啊 扔到外面垃圾箱了 你干什么去啊 你们干吗 师父 师父 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 你让我找一下好不好 什么东西 我这上面都是垃圾 我拜托你了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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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卫林 怎么了 我的旋转木马在里面 你让我上去找找吧 不行 这上面都是垃圾 这袋子里 你干吗 钱全都给你 这上面都是垃圾 东西我一定要找到 这样啊 让开 快点啊 我们等一下交班了 你 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未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未经验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原谅 原谅 我不是故意要帮你 我只不想让别人误会我 我为我胡家讲经讲义 借着我来受你的欺负 我想像从前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爱的一种神仙 是掌握灰花红的错写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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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瞎呀 你这么着急干吗去啊 赶着投胎吗 你怎么进来也不知道 换拖鞋啊 看你把这地弄的 一定都是水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你掉沟里了 我说你呢 听见没有 芊蕴 芊蕴啊 你怎么也临成这样啊 没事 只是有些受量 帮我熬碗姜汤吧 好好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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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昨天晚上的新闻你都看了吧 记者的嘴都堵上了 林文玲呢 那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公司那边找个理由 让他离开吧 当初是你硬逼他进来的 现在让他走 需要我帮你忙 不用担心 我自有安排 你办事我放心 新衣早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 第一天就起这么晚 饭都凉了 梅姨 我今天快迟到了 要赶快出门 早饭就不吃了 不吃饭也不知道 提前说一声吗 在国外待了几年 待得这么没叫一样 今天不吃 以后也别吃 吴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最近出了点麻烦 各个部门都很忙 我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 如果让我发现了 是谁因为工作的失误 让公司的利益蒙受损失 这责任可不小 我看你们啊 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好 那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吧 好好好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清理好像很严肃的样子 公司的新产品超级保障 刚刚开始售卖 就发生了爆炸案 现在公司上下 都在为这个事情忙着呢 李温玲 你过来一下 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啊 上班第二天就迟到 太不像话了 你看看你 你是后勤部的人 你穿个裙子来干吗 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在试用期 你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看你是不想待了吧 你不想待 还有好多人要抢着进来呢 大家好 王特主 您怎么亲自到我们后勤部来了 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我呀 随时恭候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他 找他 这是不 王特主来找他了 找他了 来 来来来 看 来来来 这林林林 什么事啊 怎么王特主今天是来找 王特主来找他 不会是因为他早上迟到的事吧 是 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是 吵吵什么呢 上班去 超级组组组发生了爆炸案 对我们整个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考验 这个优判是从销售部掉去的 里面包含了所有购买 随盘未认的用户资料 您要对这里面 所有的用户进行一次回访 把结果写一个报告出来 三天之内务必完成 到时我来找你吧 拜拜 王特主 慢走啊 有空过来玩 怎么了 维玲 王特主怎么会找你 干这件事啊 咱不是后勤部吗 哪会干这个呀 没关系 反正都是工作 我先上去换衣服了 快去吧 喂 您好 我是恒胜的员工 您购买了超级组组组组的手机 我们想对您做一次回访 那我先走了 你们赶快我记下来了 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意见吗 好 谢谢您 雯玲 下班了你还不走啊 我看你脸色也不大好 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我还要等一下呢 你干吗这么认真啊 反馈自己编一下不就行吗 反正他们又不会 一个个打电话去问 看不出来的 没关系 你先走吧 我慢慢来就好 那好吧 记得别太晚哦 拜拜 拜拜 喂 您好 我是恒生的员工 谢谢你 喂 你好 我是恒生的员工 对啊 好 谢谢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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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是稿基的怪客侠先生吗 你是谁啊 我是恒生的员工 我想对您做一次回访 您打错了 没有打错啊 喂 又有什么事啊 喂 您好 我看到您在官网上 订了一个超级视线的手机 我想错一下回访 都说你打错了 你好烦哪 这个人很奇怪 我明明没有打错号码 为什么他反应会这么激烈呢 会不会和超级视线的 爆炸案有关呢 他也许会认识 你 干吗不回电啊 女生啊 追情来电哪 喂 倩宇啊 喂 梅姨啊 我在回来的路上 一会儿就到了 妈睡了吗 胡董 刚才吃完饭就上楼了 现在睡了有一会儿了 倩宇啊 你说那个林维玲 连个招呼都不搭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都是你跟胡董 对她太好了 要我说呀 把她赶紧赶出去吧 梅姨 我一会儿再回去 我就回公司办点事情 等一下再说 啊 啊 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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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入 ąż生 无晕 乃维是病人家属 我是 他怎么样 病人现在稍疫返回来 但是我感觉他这反应 还有点异 turb 我听说他刚从美国回来 是吗 是 我们怀疑呢 他在美国感染了 当地的流感病毒了 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建议他留院观察 那你们现在谁去 办一下住院手续 好 谢谢医生 妈 那我先去办手续 你们先回家吧 好 那请跟我来 这边 烧得那么厉害 不会有什么事吧 人都送到医院了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没事 胡董 要我说呀 您还不如把实话 跟他说了呢 看他还好不好意思 留在我们这儿 你省得不知道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们对他 薄情寡义呢 你还不如把实话 跟他说了呢 看他还好不好意思 留在我们这儿 你省得不知道 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们对他 薄情寡义呢 你还不如把实话 我已经去做了 你了 我需要作出 人的事 你还不如把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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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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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虎朵 今天怎么亲自下厨了 这么有兴致啊 芊宇啊 最近这么忙 所以呢 我想做一些 都是她喜欢吃的东西 胡董 芊宇不是不吃甜品吗 你怎么给她做这个甜品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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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